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到没有没有感觉 观众朋友看到就掉了两次 是不是要换节目的意思呢 没有关系或者换节目的名称 我们今天这个不管要不要换 我们今天要好好把这一集给做完 做满好不好 做好 刚才讲到就是在那个 因为就是罕见疾病的关系 有一些用药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来做一些讨论跟呼吁 那其实目前像成立佐飞协会的宗旨当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想要让所有的孩子 就有这样子的困扰的孩子 能够更早确诊之外 其实我们一直 因为我自己本身那时候 医生在很多很多年 后来很小的时候有问过我说 有一个药物会从法国引进 那你要不要用 那时候我已经试到没得试了 那我就觉得当然要 他说一颗大约是三百多块 那我想说一颗三百多块 那应该一天服用一颗差不多 算一算应该是可以 可是没有想到他是随着体重增加 我药量就要增加 所以吃到一两年之后我就吃不下去了 除非我女儿要保持模特的身材 不然我也吃不下去 所以这个药叫做Dicomi 是法国的一个针对于佐飞蛮有效 在国外还蛮有效的药 那因为推广这个就是希望 喊病通过之后 能够纳入变成就是我们佐飞的喊病药 也是大家所听过可能叫孤儿药 但是亲爱也还在努力 因为我们的其实主治医生也一直很帮忙 一直有在跟国建主这边在做争取 对所以说那目前针对于两个新药 是还有一个就是像比较特别药 就是大麻二分 其实我觉得其实蛮多如果有家里有癫痫儿的妈妈 我相信因为大家都现在资讯发达 一定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在美国FDA已经通过这个叫做FDLX的药 但是听说如果要进来台湾 它的药价不肥 台湾可以进吗 台湾根本不能进吗 这个是进药 对但是我们有问过医生 但医生的意思就是当然雨带保留 就是说当然会去争取 但是也跟我们淡说是说 这个药非常非常的贵 对那就两个嘛 一个就是进来不容易 就算进来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负担 这也都是一个问题 那针对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就是会针对药物的部分 去跟相关单位能够去推广 像可以纳入健保的话 或是不能纳入健保 那目前其实像是喊病 这边像国建署有一个就是喊病药物的一个计划 是也可以针对每一个家庭去做补助的 只要是你的主治医生 针对你的用药治疗方面如果不错的话 是可以帮忙提出申请的 那除了孤儿用药这方面 希望能够国家有一些调整跟协助之外 在其他的社会资源方面 你们有希望什么样子的可以配合的 其实就学上面来讲 因为刚刚提到一直有提到一个 他们对热很敏感 就是常常讲他们就是公主王子 不能热 不是不能热是不能发烧 没有他们连体温都不行 就是外面很热 所以夏天我们都只能关在家里 那所以进入到学校第一件事情 妈妈都会跟学校说我要冷气 大家想说是要特权吗 不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解释 是因为 那你不能上体育课吧 不行 那我会有办法 体温就会升高 完全 我儿子刚刚跑一跑就发作 所以他该处理完才过来的 所以对于热当的就不行 绝对不行 所以我们都会要求 但是其实老实说各个地方的资源不一样 像台北跟新北他们资源是很好的 我们大概这样子去做过交流之后 那其他可能往再往南一点的话 可能很多学校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那就算我们去争取到冷气之后 学校会要求我们要自己 针对于电费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也OK啊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看是怎么做分担 那所以就针对于学校就学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孩子状况不同 所以我们是可能会针对在学校资源上面能给予协助 对那所以有些妈妈遇到困难 我也有提出说 那可以透过协会 我们这边可以去跟 争取对就跟对当地的可能是学校啊 或是教育局或是特教科 对我们可以去做沟通 还去做一些 可能跟他们说明这个孩子的状况等等 因为有时候站在一般人想会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吗 对因为我相信一般的父母亲 如果家里没有这么小的小孩 或者小孩很健康的 完全没办法体会说 针琴有什么 就是抽筋啊 那等一下像电影演的 等一下就醒过来就好了 对其实很多是这样 那像就业方面是 现在面临到的问题是 我们可能好一直到 现在大小孩的困境是 高中毕业之后就无处可去 那曾经也有一些家长跟我们提出是说 他们可能很希望说 可以把孩子送到像手作坊 有庇物工厂 但没有人要接纳我们 为什么 其实应该不是我们 我觉得应该是癫痫 大家都怕 因为我们是不电视炸弹 他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在旁边盯着嘛 刚刚就有一点跟前面的担心 就是一般人的误解还是有的 就是对于癫痫这个 好像有的人 都大部分是从电视上啊 看来的电影上看来啊 抽筋的时候会特别的危险 甚至会致命 要不要把手指头放进去 或者是筷子放进去等等的 对这边宣导真的嘴巴不可以放任何东西 真的 就让他对 就是因为担心他咬到自己 其实是不会的 不会的 千万不要把 特别是严重是 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手指头放进去 真的都不要 对任何东西放进去都有可能会 造成他的伤害 恶毒伤害 对会跑到肺里面或是呼吸道里面 我们像我们家长的群组啊在聊啊 就在聊我们孩子的过程当中 因为孩子都有认知的问题 或者是说像我们讲的大小孩有 手作坊啊或不收 或者是甚至说因为有人是 可能他认知好一点点 手作坊收 但是接送有问题 因为都是很远的 可能不算我说台北跟新北可能比较好 但其他比如说在彰化的 他们附近没有 他们要送到台中去手作坊 但爸爸妈妈也要上班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 很希望我们协会未来能够募款啊 或是什么 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卓菲家园 这真的是我们的目标 这是我们的梦想 对我们的目标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卓菲的孩子 我们可以里面开一个便利商店啊 或是开一个什么 就是让他们可以自行工作 稍微可以工作 然后呢又别人也不用担心别人说 你要不要来雇用这个孩子 我们可以自己家长在里面雇孩子嘛 就是顺便当他的老板 但也带着孩子一起生活下去 因为毕竟我们会老小孩子会大 那其实这是 就是说父母亲的忧虑 对 跟期待啦 对所以协会这边 因为我们在成立协会 我们就一直想说 除了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也觉得大家的孩子都可以 如果我们有机会 真的将来募到一个款 然后买块铁 然后里面可以一些 就是一些简单的机能 然后是说他们可以去做一些他们的 除非成立到现在才不到一年 你们就已经很有远见的去设计 这是我们的梦想 将来的最大的目标 因为很多走了三四十年的一些社福机构 帮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也是这几年开始在做一些比较长期性的设计 就是刚刚讲到的妈妈会 爸爸妈妈会老 那孩子也还有很长路要走 怎么办呢 这会变成是一个整个社会的 其实是不家庭 整个社会都需要去共同关怀的事 一起来想一想 休息一下再回来